前两天咱们谈到了俄罗斯被美西方全方位立体式的制裁 甚至猫猫狗狗大树都被美西方各类行业协会制裁 俄罗斯人被疯狂的排挤 这一系列骚操作震撼了富豪阶层 这波最近根据彭博社的报告 香港著名摘瓜仙人李嘉诚 正在准备出售英国最大的配电公司 UK Power Networks的全部股权 而买方是澳大利亚投行和一些私募组成的财团 不管英国人怎么喊 别让老邦子跑了 都拦不住李嘉诚跑路的决心 老邦子要出售的这家配电公司 占有英国四分之一的供电 用户超过800万 还覆盖了伦敦地区 除此之外 这家公司还有机场铁路以及隧道的服务 也算是英国基建领域的大公司了 但是李嘉诚依然非常坚决的要断舍离 谁都拦不住 总价值超过1260亿人民币的大妈妈 卖的如此坚决 那为什么李嘉诚之前疯狂转移资产到英国 结果到了今天 英国他突然就不香了呢 咱们今天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 我是磊哥 从2010年到2019年 李嘉诚陆续在英国投入了4000亿港币 购买了码头电力天然气以及医疗企业 当时媒体都在喊别让李嘉诚跑了 但是李嘉诚跑路的脚步啊 却根本没停下来 首先由于英国脱欧导致整体汇率大跌 李嘉诚当时广撒网买各种各样的生意 有不少因为疫情亏啥了 比如收购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集团 这笔麻麻就是一个赔钱货 但是他收购的那些硬核资产 比如说电力燃气都是属于垄断地位的企业 可谓汗烙饱收 再加上当时出手买进的时间点 正好是英国脱欧的前后 等于是借着英国动荡抄了个底 酒吧不值钱 但是电力燃气那可是赚钱的好生意 这次他愿意出手这类核心资产 都是赚了大钱的 当时李嘉诚收购UK POWER 差不多是58亿 而现在出售价格可能高于150亿英镑 属于是赚麻了 现在天然气的价格还暴涨 这类垄断企业的估值还会进一步提升的 亏钱的麻麻没人问 垄断行业万人强 这时候提前跑路 买家自然是蜂拥而至 因为近来都是能挣钱的 这么好的资产 他没有选择继续捂住 而是果断出手 这说明了他从英国想跑路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就是美西方对俄罗斯富豪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 很多在海外有资产的俄罗斯富豪直接被连坐了 被牵连 2月28号 永久中立的瑞士政府冻结了363名 个人以及4家俄罗斯公司的资产 美国财政部也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在美国的资产 另外还制裁了俄罗斯矿业和能源业的巨头 之后事情就越来越离谱了 西方各国都开启了打劫模式 你敢信 德国汉堡市政府直接没收了俄罗斯富豪的一艘游艇 游艇的主人大呼不公 但是又毫无办法 之后意大利也没收了价值1.4亿欧元的俄罗斯富豪财产 还有一艘6500万欧元的船只 英国这边比较谨慎只是冻结了俄罗斯富豪的财产 但是看着其他国家抢的这么开心 英国那边也是非常的着急呀 然后放话说要没收他们的房产 西方国家这一波操作加加上卢布的贬值 股市大跌 让俄罗斯的富豪阶层是损失惨重啊 俄罗斯的富豪为全世界的富豪阶层当了一把大提老师 让大家看到了被西方全方位立体顶格的制裁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 好多富豪一看自己好不容易放到海外 美其名曰多元化配置的海外资产 竟然这么不安全 说没收就给你没收了 中立国也都不中立了 看到这些曾经道貌岸然的西方人 一下子反族变成海盗了 富豪们一下就杀眼了 这也是李嘉诚跑路的核心原因之一 当初李嘉诚把资产转移到英国的时候 异常的坚决 这回大手笔抛售英国核心资产 依然也是非常的坚决 什么阶级最强调自由 肯定是大资本家呀 因为他们最喜欢没有政府干涉 并且自己的资本可以自由流通 想去哪去哪 所以有一句话说资本无国界 而美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一下打破了世界资本运行的秩序和格局 相当于打开潘多拉的磨合了 这时候富豪也不是富豪了 西方的媒体西方政客全部改口了 说你是寡头 一提寡头 那你就和俄罗斯政府有关系了 所以你的财产我就没收了呀 有辙你想去吧 俄罗斯的富豪突然发现自己称他妈猪崽了 切尔西俱乐部的大老板 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 2003年买下切尔西俱乐部 陆续投入了几十亿英镑 直接把切尔西打造成了顶级俱乐部 而就在前几天阿布拉莫维奇宣布出售切尔西俱乐部 说是出售 其实不符合现实 应该叫捐赠才对 首先他放弃了切尔西的债权 出售所得全部都得捐赠出去 同时他还贱卖了位于英国和美国的大量房产 真的是被吃了个猫肝爪镜 再看看李嘉诚 他当时陆续把资产放到英国 主要一个核心原因 就是他自己知道在大陆赚的很多钱都见不得人 当时他大量出售中国大陆的资产 然后通过香港转移到英国 再购买英国的各种产业 说白了就是害怕被老共的铁拳清算 他去英国核心的一点 就是认为西方有契约精神 然后就是那句超级洗脑的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这对于富豪的吸引力那是非常强的 他们认为这样更有保障 而现实是啪啪打脸 他是万万没想到 这帮昂萨节道的翻脸之后能这么狠 美国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专门来识别俄罗斯富豪在全球的资产 这帮蛮子一踢街道 他是负鞋子擦屁股 眼都拦了呀 只要是让他给你冻上了 那结果就跟阿富汗刚刚被分了的资产 是一样的下场 现在看来啊 李嘉诚出手英国的核心资产 充分证明了英国把把好棒棒 只是幻想破灭了 像他这种极致的利己主义的人 只要感到风向转变 他跑的比谁都快 现在从李嘉的投资方向来说 很明显又加大了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 看来和昂萨海盗比起来 社会主义的铁拳还是温柔太多了 最后说点题外话 我今天的社区里有一个帖子 观众评论西方趁火打劫俄罗斯富豪的时候说 他说这只会加快有钱人换国籍 哎呀年轻人不要天真了 你以为你拿着美国护照 你就是美国人了吗 不要那么幼稚好不好 现在美国把中国列为头号敌人 俄罗斯这国是用国运为中国演练了 承受西方所有制裁到底是怎样的体验 那么当年信了西方鬼话 转移资产到海外的中国人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